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个孙悟空火眼金睛 都在想如何能够看到人体内部的变化 但是这是一个梦想 伟大的科学家伦秦在1895年 4月8号 在利用科鲁克斯馆做实验的时候 那所谓的科鲁克斯馆 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那么这个科学家用的科鲁克斯馆呢 这边就是阴挤 然后阳挤 在外面加一个高压 做实验的时候 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阴极 当阴极这个有了电子以后 然后外面加一个高压以后 它就要高速的冲向这个阳极 当阳极创击以后 发现了出来一个射线 这个射线呢 不知道叫什么射线 但是使它的实验室里边的胶片赶光了 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现实 事实 它去寻找它的原因 找到原因就知道 出来了一个原来没有被发现的射线 那么起名就叫I射线 那么这个X就象征到位置数 我们在数学方程式里边 都叫一个位置 就是I射线 那么为了纪念它 就把这射线也叫做伦勤射线 那么这样的一个射线的发现 这是在克鲁克斯馆里边 做实验的时候发现的1895年 那么实际上在1890年 2月22日 有一个科学家叫什么呢 叫 Good Speed 这也是一个物理学家 其实他也在做实验 他做实验的时候呢 也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胶片不断地被赶光 因为他是个大科学家 他就去不断地去换 这个胶片 那么不断地换胶片 胶片供用商呢 因为他来说 那我就不断地换给他 妈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 使他错过了这样一个伟大的 伟大的发现 这错了一段 克鲁克斯馆 那么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发现 由于他没有把这样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未知的现象去探索 使我们癌线发现落后了五年 这个说什么呢 癌线发现的过程 大家已经都非常清楚了 但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边 了解什么 掌握什么 理解什么 是什么 我们对所有的未知 当是过去我们用我们所有的知识 不能够解释的事情 出现的时候 如何去分析它 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讲 这就是科学家的一个潜质 所以任何一项发明发现 都孕育在 必然的过程中 这个必然是什么 就是这个科学家本身的术识 对于未知的探索 对于我未知事情 不知道的时候的事情出现以后 这种探索的精神 使伦群发现了 癌线 是人类 能够梦想成真 透过 皮肤 我们能够看到 体内的一些解剖结构 一些组织结构 一些变化 一些自然对比 一些天然对比 要说的 这件事情上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说的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 希望我们大家在今后的漫长的科学探索中 漫长的学习和实践中 去不断的把握这样一个精神 什么精神呢 探索的精神 当我们每当有我们未知的事件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它 掌握它 然后才能够使我们的知识 使我们的科学进步 这是我们在发现里边 第一个要说的 第二个 那么出了癌射线 癌射线是什么东西呢 癌射线是什么东西 各位同学还能有指导吗 高见识是什么东西 一种电磁波 电磁波 多长 多少了多少 有指导吗 有新同学指导吗 不知道 0.006到50 纳米 这是癌射线的波长 那么我们在医学上用的 是多少 还有一个零 是多少 医学用的 0.008到0.031个纳米 这是我们医学用的 癌射线的波长 那么这样的颜色线 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说为什么能够被 医学作为 医学的一个手段来使用呢 那么他就有他的特性 都什么特性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了 穿透性 第二个什么 第三个 摄影或者叫成像 第四个才是 我们叫电磁效应 那么这样的四个特性 给我们带来的 说穿透性 是我们能够看到 人体内部的一个 最基本的特性 穿透性 那么只穿透了 我们看不到别的 看不到后面的结果 就像我们现在讲 黑洞一样 所有的摄影进到这个里面 我们将全部的消失 看不到 不能够成像 所以两个成像的因素 就一个是荧光性 打在荧光物质上 可以使荧光物质发光 这是他的一个特性 那么第二个呢 用原来的胶片 也是人情发现 来摄影的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契机 就是可以使胶片感光 胶片什么 胶片 大家还知道是什么 修化银 感光以后 沉淀出来银离子 这样的一个过程 形成了我们 影像形成的原因 那么另外一个 电磁 也就是说 大烟射线 打击在我们的细胞上 打击在我们的组织上 形成电磁 电磁作用 就是使它分解了 怎么办 死亡 什么效应 放疗 所以我们到现在的 肿瘤治疗的 这个一大手段 就是放疗 那么放射治疗的根本 就是癌射线 所以在癌射线 这个 一个位置的癌射线 那么通过物理学家 去把它总结出来 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以后利用这些特性 去做癌射针断 去做治疗 去形成影像 让我们看得见 否则原来我们是看不见的 说否则我们原来看不见的 所以这样的 是个特性 是癌射线的 最基本的 一个道理 那么在这个 知道了特性的基础上 我们还要知道 还要知道 我们癌射线的能量 说射线 波长 与穿透能力 什么关系 波长越短 穿透能力就越强 波长越长 穿透能力就越短 这东西有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在做 前标组织照相的时候 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用 波长一点 那么穿透的就弱一点 如果我们需要造 深一点部位的 我们就需要 波长短一点 才能照透 所以原来的 癌射线 那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的癌射线 120KV 就叫高潜伏 因为那时候的生产技术 不足以使 我们的管球 耐受 很高的电压 那么这个电压要大了 怎么办 这个电子的速度就快 电子速度快 穿过去的能量就大 所以变成了 癌射线的波长就短 穿透能力就强 所以当我们把电压 调高的时候 那就是说 我们能够得到 穿透力强的癌射线 当把电压调低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 这是穿不透很强 但是我可以穿透前标组织 这是第一个说 电压和波长的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癌射线的量 癌射线的量的多少 由谁决定 由 对 由管电 就是这个直流电 由这个直流电的管电流决定 这直流电流的管电流越大 因极产生的电子就越多 然后打击在阳极上的电子就越多 那么产生的癌射线的数量就越大 但是这个大的质量和刚才电压有关 量和电流管电流有关 所以这就是刚才讲一个是波长 这是设计到电压 那么癌射线的量就设计到管电流 决定到癌射线的量 数量 所以这是癌射线的和管球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在日常中 不能叫日常中 我们在医疗工作中 如何来使用呢 比如说木把照相 我们就用的是低的KV 这样能够产生较大的癌射线量 那么使组织分辨率就会高 当我们做一个高千幅的KV胸部 要把总和都造出来 我们就需要电压就要大一些 电压大一些呢 才能够使总和来穿透 形成我们的影像 所以这就是电流和电量之间的 电压之间的关系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才有 我们在最简洁的癌射线的调节上 就形成了调管电流 调电压 那么后面还少说了一个什么 时间 这个时间什么时间呢 是给到外面这个高压的时间 我给到一个高压 0.01秒 这0.01秒高压 就是原来在烟极上 集散的大量的电 电池 快速的冲击到阳极 快速的冲击到阳极 那么 大家照过相 没有 谁照过相 高压照过相 没照过相 那完了你轮转的时候 因为照相呢 它是先要预热 预热产生什么 预热 不知道 预热就产生电池 预热干什么 把这个电流架 直流电的电流架 使阴机产生电池 预热一定时间 然后以前的机器预热 把绿灯亮了 这时候干什么 可以曝光 这可以曝光 原因是因为这上面已经涨够了足够的电池 然后我在外面加一个高电压 就是它快速的运行 创击在阳极上 所以预热的过程 就是使我阴极 有足够的电池在击展 这个电池是由于我们 来事先决定到的 这个电流量 来决定的这个电池 加上以后 然后 我去曝光 这个曝光就是在管球的两极 加一个高压 这个高压加的时间 就刚才说的 这叫曝光时间 曝光时间 这曝光时间影响什么 影响什么 影响癌线的量 跟刚才电流是相成的 为什么 电流如果0.01秒 我曝光出去的电流 和0.02秒 就是它的一倍 就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电压决定到 它的癌线的质量 电流和时间决定 癌线的量 这个量和质量 决定着我们 成像的质量 决定着我们 所设部位的 不同 来选择不同的 能量的癌线 不同能量的癌线 所以这就是引出来 我们的癌线特限以后 来讲出来电压 带来不同的波长 这个电流 带来我们的癌线的量 那么时间 同样也是癌线的量 所以这样的三个 最基本的癌线设备的参数 来决定着我们出去的癌线 是有多少数量 有多大的能量 有多大的波长 来决定到我们的 所涉偏的需求 这OK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癌线的量 里边 和组织是什么样 一个关系呢 人体组织 什么关系呢 波长越长 怎么样 组织吸收率就越大 波长越短 组织吸收就越少 穿成而过 穿成而过 所以这是 它的不同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要来讲这样呢 然后 这是由于我们KV的不同 它波长就会有不同 那么不管这个量是多少 它穿透过去的过程 是由于电压来决定的 这要引出来 以后大家要学习的CT的成像原理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讲能量CT 说这是什么呢 组织对于不同波长的SR线 吸收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这刚才已经说过 波长越长吸收越大 波长越短吸收越小 这就是它吸收能量的差别 那么由于吸收的不同 我们前面成像以后 就会不同 这点能理解 因为我穿过去的SR线越多 积在荧光上面 使荧光发光的R线就越多 波长越短 穿透越多 荧光就越亮 作为胶片来讲 波长越短 穿透的R线越多 使胶片感光的 银离子就越多 所以胶片就越黑 那么由于组织在不同的波长 不同能量的 组织的R线吸收率不同 形成了什么 就形成了所谓的能量 的差异 这个能量就是R线的能量 前面讲R线能量 谁决定呢 电压 所以由于不同的电压 穿透组织 它会形成不同的 不同的电压 从R线管产生的R线的波长不同 能量不同 穿透组织的时候 组织对于不同波长 不同能量的R线的吸收率不同 就是吸收率不同 就造成了我们成像的差别 这就是所谓的能量 其实在原来的CR里边 就老早就有使用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里边要说的就是 我们几个因素 组织的吸收率 是决定着 癌线的能量 也就癌线的波长 波长越长吸收的越多 波长越短吸收的越少 所以所谓的这种 能量的减影的差别 所以这就是用在我们今后 在CT能量检影 CRDR的能量检影里边 其根本的原理都是这一个 根本原理都是这一个 那么这是我们这节课要来说的 癌线的发生 发生 发现 我们不能叫发生 癌线的发现 癌线的发现 对于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讲 要向伦庆学习的是什么 那么癌线发现以后 通过总结物理学家的总结 归纳 我们知道 癌线产生的原理 癌线的产生的原理 我们了解了 癌线的特性 从癌线的特性 我们又了解了影响 癌射线的几个要素 几个管球的要素 那么通过这些要素 我们又知道了 知道了什么 知道了能量 在各组织里边吸收率的不同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癌线的一个过程 那么作为总结来讲呢 当然大家没有看到这个缓灯 癌射线 那么刚才前面说的 实际上我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1895年4月8号 伦勤发现癌射线 那么作为未知的射线来讲 他就把它总结出来 所有未知的我们都要去总结 这到底是什么 就总结出来四个他的特性 总结出来特性以后 他就在同年的12月22号 用了15分钟 做了他夫人的一个手的照片 这个大家都知道 做了一个手的照片 因为这款能分就是照这个 他夫人的手 为什么15分钟 为什么电压不够 电压不够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使癌线胶片足够的包裹 所以用了15分钟 这第一层 第二层 这100年来 不断地在改变着我们的暗核 暗核 今天没有下几个回来讲暗核 暗核是什么 暗核就是使穿透过来的荧光物质 这穿透过来的癌切线 在暗核的两侧的胶片上 再次形成二次暗核 然后使胶片的成像 会比原来更好 会更好的来利用爱射线 所以永远暗核有一面正面有一面反面 你不能倒着插 正面不阻挡爱射线 反面把爱射线全部挡住 这样的暗核是要做什么呢 刚才讲时间长 就要把曝光时间缩短 使胶片能够得到更大的更多的癌切 第二个 改变胶片的曝光参数 胶片各种各样 我们原来叫赶蓝片 然后来赶绿片 为了什么 为了使胶片的敏感度增加 胶片敏感度增加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 受到更少的射线 得到更好的清晰的照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15分钟 是因为癌线机不行 胶片不行 没有暗核 所以最早的癌射线需要15分钟 这样长的一个曝光时间 肯定是人体承受了大量的射线 那么在我们的医疗行为中 我们永远要把握住一个原则 这原则是什么 不能够因为我们的检查 给患者带来伤害 癌射线是有伤害的检查 所以我们在所有的检查里边 应该最少程度的 去使用有损伤的检查 但永远是一个 永远是一个平衡 你发现疾病给患者带来的好处 要超过射线给他带来的坏处 这才有价值 所以人类就不断的在改造 爱线机 使爱线机有更好的效率 有更高的穿透力 那么正在不断的 改造我们成像的条件 去使我们的胶片 有更好的感光度 使更少的射线通过 就可以得到清晰的照片 其实不仅仅是这样 还有什么 在这之上 我们就发生 发明了最早的影像增强管 这个在数字成像里面回去讲 影像增强管用很少的爱色线 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图像 三十年前我毕业 那个时候我们做的 就是荧光板透视 一般要十几个毫安 我们来看着 造孩子造啥 然后变成什么 电视透视 几个毫安 电视透视几个毫安 我们不在那 后边有一个影像增强器 来做电视透视 这还不够 现在去看 介入 零点几个毫安 可以透视 而且可以形成很清晰的图像 改造了什么 数字成像类 所以下几个会有 数字成像 数字成像 使我们爱色线 能够用更少的色线 得到更好的图像 是什么魅力 计算机 软件 数字后处理 所以这节课的要点就是 I线的 发现 癌线的发生 癌线的特性 癌线管球的一些相关要素 和我们要大家知道的就是 癌色线电离作用在人体内 带来的伪害 也就是说作为每一位医生来讲 我们时刻不要忘记 我们手中的武器 可以救人 也可以杀人 如何去平衡好 如何去把握好我们的知识 利用好我们的知识给老百姓 给我们的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是我们要时刻不要忘记的 好 这节课到这 谢谢大家